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文的选择不正确 有些经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念的 具体的解释是,不同的经有不同的要效 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经文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经文又好比是大学的学科 一个人如果涉及太多的学科,就不会有所成就 而且,即使是本专业 一年级的学生也不能学三年级的课程 选用什么经,也就是在走不同的路,一样的道理 有的经是基础 有的经要功利到一定层次后才能念的 师父还说 不是什么经都可以随便拿来念的 只要大家能认真对待这两点 先着眼于用正确的法门超度还债 同时用正确的经文加强自己 很快就会感到不同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和大家分享一个这几天旅游中的小插曲 前天我带着女儿和侄女在商店里购物 当两个娃娃挑好了心仪的玩具 我正在准备排队付钱 我手上拿了几样商品和钱包什么的 排队等候间隙 我眼睛也不时看着周围货架上其他的商品 突然,眼睛看到个金灿灿的钱包 好眼熟哦 一发现这就是我的钱包嘛 原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钱包掉在地上的 我小侄女也不知道地上的钱包是我的 她以为是商品顺手放在货架上了 正好也被我眼神扫到了 失而复得 回想去年我在成都旅游 我的钱包也就是不知不觉地丢了 再也没找到过 法喜呀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现在分享一下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遇到心灵法门是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 自从念经以来 之前颈椎疼得无法忍受 目前已经逐渐康复 心中无限感激 法喜充满 谢谢师兄对我的帮助 感恩您 感恩祝福菩萨 感恩卢台长 我会抓紧念经的 也唯有相信 念经能改变一切 事实已经证明 绝不退转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尊敬的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各位同修好 学习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受益无穷 真实不虚 对我来讲深有体会 一点不假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特别在末法时期 修行更不容易 感恩师父 佛原来之不易 若不是修心灵法门 弟子我家不会有今天这样顺利 子孙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出息 今年 家乡招收公务员 我孙女在去年就报了名 当我知道后 就想到了观世音菩萨的三大法宝 每天坚持帮我孙女念经 许愿放生 就在今年 公务员考试的时候 我孙女在考场考试 我在家佛堂里帮她念经 说来真神奇 当我念经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那空空的墙壁上 向我射来一束金光闪闪的金光 当时我就意识到 是观世音菩萨来了 加持我孙女 保佑我孙女 坚信我孙女一定会考上雇物员 这真是我修了心灵法门以来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神奇之事 不出所料 我孙女一路过来 以鄙视面试都第一名的好成绩 顺利录取了 现在已正式上班了 再由我孙子在加拿大读书 转专业 因申请晚了一点 碰到一些麻烦 我马上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念经许愿放生 结果顺利解决 转到了理想的专业学习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一路相伴 刚刚发信息的时候 突然小偷胆大到医院里面 来抢我的手机 感恩观世音菩萨 护法菩萨慈悲保佑 小偷没有抢到 念经的人真的不一样 有护法菩萨保佑 在出门前 我和佛台上的观世音菩萨妈妈说 我们要出去了 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 和菩萨打过招呼后 出门真是不一样 一路都有护法神菩萨保佑 公交车上 一路上 我还在念经 到了医院后 做检查等待的过程中 我拿出手机看看 一点防备都没有 突然有个小偷 从我身后伸手 抢夺手机 幸好菩萨保佑我 手机无意中还拿得紧 没有被抢走 就在下午两点半左右的时间 发生的事情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二 学佛修心的宗旨与根本 八 学佛修成要一门精进 广度有缘 祝本性回归 选自2014年5月23日 悬疑问答 那就是再回到功德和境界的话 如果只有一方面做的 他出来达翠 也是可以脱离 对 那你这个小丫头真的厉害 问得非常好 那我问你 一个人真正的成功 是靠着一门精进 明白了吗 一个医生的成名 能够成功 他是专家 一个普通科医生 什么都能看 什么都看不好 最后全部转专科 那你说 你说这种人 能成为一个大的专家吗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你只要学一门精进 你比方说 你今天学心灵法门 我就 就是 偏偏地跟着心灵法门跑 我这个法门学学 那个法门学学 什么法门都学 你最后 什么都学不好 你浪费了你的人生 因为你东学学西学学 这个人生 要学的东西太多 一辈子根本不够的 明白了吗 真的是不够 觉得下不完的月 你把佛经书看看 你看得完吗 你说 你说这佛学院毕业的 你看看 这么多的佛经 你看得完吗 看到后来你 云里来屋里去 这么多的法门 这么多的门派 你怎么搞得清楚 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呢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 其实这个问题 我是有一次看 那个博客上有一天 就是有一个人 他说他要自存 就是几千张小房子 这样 然后把叶削干净 这种 他就是 我就一想 他要存这么多小房子 可能没有什么 太多的时间去度人 但是他就是 靠这种自存的小房子 也能够把叶削干净的话 就是他的自信 虽然显现出来 这也是一种方法 是不是 哦对 这就是个法门 这个就是个法门 很简单 他如果就算不度人 他狂念小房子 他就念念 小房子专家了呀 小房子专家的话 叶全部消光了 本性显现出来 他照样建土长 他照样上去 而且脱离又到 但是呢 可能就是声闻道 圆觉道 是是是 听得懂了吗 因为师父您一直 鼓励我们就是 去走另外一条路 去度人嘛 就说 你知道师父为什么 叫你们这条路走啊 因为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啊 因为现在的人啊 不可能消得完业的 所以师父就是 有意的让你们 拼命的度人 因为这个功德大 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呀 对啊对啊 明白了吗 你要说像完全的小房子 说把自己念上天 你知道有多少张小房子啊 对啊 人家业张说不定 几千万张说不定 你这辈子根本念不完的啊 是是是 对师父 我就感觉到 就是说如果要是用小 去做一个比方 打个比方 就好像小房子 宵夜啊 就好像着重于 其实他也是在修内心 但是还是着重于 由外向内 一种局部的 好像是拿橡皮擦 这个地方 脏了 就擦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脏了 擦那个地方 对 但是度人呢 他提高境界 好像就更是由内 向外 就是从内心的一种 就是 这是直接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不擦了 把旧本子扔掉 度人就想到 又买一本新的本子了 干净了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下面是一个 普遍存在的误区 我们应该回向 也就是救助别人 不应该先想着自己 实际上 这是对佛法的片面理解 的确 我们修佛的一个目的 就是救人 度人 一个重要尺度 就是发慈悲心的程度 可是 不要忘记 救度众生 是要有功力的 就像我们在洪水里救人 首先 要自己有力量 自己的船 要兼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